蒜蓉炒小白菜 今天分享一个蒜蓉炒小白菜 炒出来的效果 蒜香清脆 先将洗干净的小白菜改刀 菜头有黄色的地方要切掉 然后大的就一开二 小的就不用切 选小白菜的时候不要选太老的 选比较嫩一点的 地方加入炒菜 炒下干净的粉 将它将三星蛋黄的面小的白菜 炒鸡的油 炒烤鸡的油 炒鸡的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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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炒鸡水 炒鸡的油 小白菜500克 少許蒜蓉 熱鍋下花生油爆香蒜蓉 再放小白菜大火翻炒 小白菜下鍋前要淋一下涼水 一旦炒出來效果才好 炒到菜葉變軟就調味 鹽大半勺 味精半勺 糖一勺 再放少許白米酒 米酒能夠蒸香蒸澀 然後大火炒 小白菜炒至9成熟就可以 不要炒得太熟 太熟的話口感就不好 炒到米酒 炒至9成熟 炒好後倒出來 濾乾水分 最后装盘白整齐 大很漂亮 一道好吃清脆的扫白菜就可以了